被指出是關鍵共犯 那您怎麼看 清華城案關鍵被告 時任都發局 總工程司邵秀沛 二號被簡聯訓問 16個小時無保請回 當時她說了些什麼 如今成了柯文哲 重開積壓庭 關鍵之一 是有做什麼樣的警示嗎 證訊有沒有做什麼準備 最具有爭議的方案4 自創20%容積獎勵 邵秀沛是重要推手 而她當時是 時任副市長彭震生下屬 一次在審議會中 多次提醒這方案有風險 彭震生也咬出柯文哲都知道 精華城案由柯文哲親錢 其中一份公文還寫著鳳交下 精華城容積率有問題 柯文哲知不知情是關鍵 除了邵秀沛的關鍵證詞之外 高院裁定發回更成的新聞稿 更指出 朱雅虎和應小微的通聯記錄曝光 層層咬住柯文哲難道真的不知情嗎 不可能 決定不可能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長官跟我來關說 決定不可能的 少將退役的朱雅虎 是前北市殯議局長 還監視府和應會副總聯絡人 離開市府後 擔任威京集團子公司 鼎月開發董事長 31號檢調柯文哲積壓停前密訊他 不是問金流 而是問通聯 因為檢調監聽應小微 疑似在京華城案中 朱雅虎和應小微說 我有和主席報告 恐怕也咬出柯文哲都知道 目前在押的四名被告 也只有應小微還沒表示要提出抗告 是否也攻出了什麼 檢方手上證據兩條線 僅咬柯文哲 知之為之之 知了裝不知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容積率是多少 不要迴避我的問題 我要副市長回答 局長我要副市長回答 十任北市副市長林慶柔 以及十任北市督發長林周明 昔日在議會上 因京華城案跟議員交鋒 如今再度遭波及 誰也沒想到2017年的這一幕 七年後風水輪流轉 當年聲稱仗義之言的應小微 被爆收賄 而當初被詢的林周明 成為此次京華城必案的關鍵角色 林周明局長任內的時候 其實都有上過內簽 也都有跟市長報告 據好解林周明曾以文字備忘錄 上成市長事 甚至還在成位中公開提醒 如果按照應小微質詢放水容積 那是否恐怕得負起徒弟的法律責任 顯然柯文哲是知道有違法疑慮 但最終仁助京華城 放寬史上最高榮獎 這也是他的責任 他的工作 要傾聽要判斷 要給出意見 我印象所及他知道 不管是林青龍林周明 在柯文哲第一任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都嚴守了自己 呃呃這個職守啦 金華城案持續延收 這把貨也收不上前北市副長林青柔 林青柔強調 金華城案當時是監察院糾正在先 而在都委會審查過程 所有與會的都省委員也都同意都發舉意見 反對歸京集團主張保障容積率約679% 次容積後來暴增到840% 林青柔強調當時已經請辭離任北市府 金華城案爭議連環收 沒留下的人成了關鍵證人 有留下的人捲入設備案 七年變化 格外諷刺 對我以前這東西走不到 實在是太誇張了吧 主席今天羈押有信心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金華城案被發回跟財 一早不出家門被媒體大陣仗給嚇傻了 但主席啊 您的破天荒840%容積率才驚呆 所有人 議員質疑說您都閉著眼睛簽工 您有積極介入嗎 都有下變遷了 難道對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嗎 面對種種正義問題 客問者一改先前態度不再高喊 司法迫害不說不談 左閃右躲一個亮相重心不穩 回過神來快速上車 直奔位在台坡的辦公室 7點26分左右 客問者坐車抵達台坡大樓地下室 東三新聞也掌握到客問者 把握開庭前的時間 和律師鄭聲援在台坡辦公室開會 討論共訪戰術 家裡有信心嗎 準備好了嗎 雙發會議時間長達一個半小時 結束後在電梯遇到媒體 此時的柯主席不發抑鬱 面色看起來有些凝重 而妻子陳佩茨也被捕捉到離開家門 這回客問者態度轉為低調 被解讀莫非是心虛之道難途生 柯文哲之前講不知道金華城容 經歷到八百四 後來被很多媒體以及這個議員打臉 這當然會影響到法官的一個心證 再加上柯文哲的確與金華城 有千絲萬縷的一個關係 柯文哲從第一屆市長到現在 還繼續裝憨裝不懂裝文盲 這真的是讓全國人民都聽不下去 如今關鍵市政逐步扶上檯面 已經不是柯文哲很負責任的一句 我不知情就能逃過應付的法律責任 東森新聞 潘明章 劉偉辰 六位紅台北 採訪報導 今天要再開基壓庭了 柯文哲目前已經出門了 一起來看最新現場 我沒有知情有關 現在你的商辦有藝人爆料 成績情侶主跟金華城有關 我心裡都有想像 變遍了 難道對自己的事情 都不知情嗎 主席今天還是要主張都不知情嗎 公務員不要坐牢 現在還是原則嗎 有想過我去 郭政森會把所有事情講出來嗎 他說是市場腳板的 來... 你一定說明明心容論認為 你一定知道金華城人 都不知情 你有交牌嗎 主席現在像是找律師 交牌開演嗎 我可以看到 那今天早上柯文哲出門了 即將來到台北地方法院 就是要因為要召開 第二次的基壓庭 而現場的媒體記者提問 他今天是沒有回應 類似的這個高院 是以柯文哲 緊急介入金華城案 所以發揮了北院根裁 就在稍後上午的九點半 北院將再開基壓庭 隨時鎖定我們的最新報導 委員會檢方抗告成功 要發揮根裁 傳出關鍵就在於 彭鎮聲公稱 是奉了市長的指示 來主持會議 市長要他來了解 為何有不少的專家學者反對 反映說到這樣的公辭 打臉了柯文哲 在金壓庭上面主張 相信專業性 而且是多數覺得 都委會決議 這樣的辯詞 也成了抗告成功的主要關鍵 好主播持續帶大家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在稍晚九點半左右呢 將會提達到台北地方法院 最主要就是因為檢方抗告成功 高院認為呢 原本台北地院一審的裁定是有疑慮的 因此全案發回根裁 那麼柯文哲呢 他在九點半的時候進到台北地方法院之後 有一連串的司法程序在等待他 首先呢因為檢方這一次抗告成功補強的卷證呢 非常多 所以會先由柯文哲委員律師還有檢方 他們先來月卷之後呢 上一回檢方有向法官來申請限制月卷 那麼這一次呢 或許就會有同樣的狀況發生 上一次限制月卷的時候呢 柯文哲律師在寄押亭上的攻防 他們只能手抄筆記的重點 而上一次律師就已經月卷了五個小時了 這一次的檢方補強的試證更多 因此呢 等到律師限制月卷的庭結束之後呢 才會再來召開積壓庭 所以可以說呢 事實上全案開積壓庭的時間可能再往後延 但是確定的是柯文哲稍晚九點半的時候 就會抵達到台北地方法院 那麼大家最好奇的是 為什麼這一次高院他會發回根裁呢 我們以高院看到的理由呢 事實上在柯文哲他已經離開地檢署 回家兩天的時間 檢方真的是馬不停蹄的 要來補強金華城案相關試證 尤其這一次高等法院呢 他們是以彭震生 還有被告邵秀沛他們倆的證詞呢 另外還有全案最主要的關鍵證人出現 朱雅虎事實上在柯文哲他還沒召開第一次家庭之前呢 檢方就已經罕見的在禮拜天9月1號的時候 秘密傳喚證人朱雅虎 朱雅虎是誰呢 他是威京集團主席沈慶基情下的員工 另外呢 朱雅虎曾經當時有給映曉微4000多萬 再跟這個映曉微朱雅虎他們兩之間的手機的對話記錄呢 或許裡面就藏有這個行賄的金流到底在哪裡 那當然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法官認為 柯文哲他在吳保寢回的那一次判決的主張 那個審查的時候主張呢 他相信都委會的專業性 還有相信都委會多數決的決議 他只說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難道你說你都不知道就能吳保寢回嗎 法官還是認定柯文哲他積極介入了金華城案 這個部分柯文哲雖說都不知道 但是還是有救命的必要性 因此呢 高院發回根裁案件再回到地方法院 這次柯文哲有可能因為說他不知道就能吳保寢回嗎 東森新聞將會持續在台北地方法院 為你掌握第一手消息 主播 所以大家好奇 到底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是否知情呢 北市都發局的前局長林忠銀表示 金華城的容積率呢 就是獨法局承辦業務當中的重中之重 必須要定時和市長報告 並且以文字梳立備忘錄上成到市長室 還應用作指來表示 柯文哲知不知情 相信大家心中有答案 老師怎麼看高院發回耕材的理由 他說您就是 積極介入金華城 謝謝 主席對吉亞你有信心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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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爸爸身體還好嗎 我去醫院快 啊你身體還好嗎 我去醫院快 我去醫院快 啊你身體還好嗎 我去醫院快 我去醫院快 你身體還好嗎 主席怎麼看高院發回耕材的理由 他說您就是 積極介入金華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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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對吉亞你有信心嗎 主席 爸爸身體還好嗎 我去醫院快 啊你身體還好嗎 我去醫院快 啊你身體還好嗎 柯文哲卻依舊在2020年3月10號 蓋章寫下速審速決 而且網上翻內容也寫得清楚 說容積率不得超過560% 這樣你柯文哲還能說不知道有違法疑慮嗎 尤其現在周刊還指稱 檢方查扣了2020年4月的一份便簽 直指柯對金華城容積率增加過程早就知情 因為他拿出了金華城容積率 與樓地板面積差異比較文件 轉交給彭震生 還在便簽上簽名寫下 圖彭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不坐牢三字兩種解釋 一是明智會彩虹線還是要幫威京的忙 二是怎麼放寬都可以 不要讓公務員坐牢就好 但不管哪種解釋 共通點就是柯文哲絕對知情 而我們掌握這便簽 檢調甚至比調查小組早一不掌握 可以證明柯文哲知情違法的就是關鍵時間軸 卓萬年就說2020年3月時候的公文 柯文哲簽準要速審速決 同一時間還有應小微便當會 七天後 京華城指本陳情書送給柯文哲 過兩天就交代都發局要限10天內辦完 過不到一個月 柯文哲內簽決行 讓京華城陳情案進入都委會審議 但明明都發局在警告監察院有糾正是否不和解 柯文哲還是執意放行 後來的放鬆 中間到底跟應小微 審慶金等人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對價關係 京華城上的速審速決 恐怕會成了柯文哲司法上的盡速判決 東線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好主播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涉嫌圖立金華城 現在國民黨議員鍾小平更爆料說 其實在都委會裡面有一位直密叫做劉秀玲 而劉秀玲當時其實是反對放寬金華城的容積率 沒想到就因此被柯市府給打入冷宮 現在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游淑慧也針對這位劉秀玲有最新說法 我們先帶您來聽 我記得我在市政府的時候 他是在副市長市幫忙 是一個非常優秀專業的公務員 但是小平議員講的那一段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被冷落的感覺 但是我只能說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都發局跟都委會其實是戰戰兢兢在處理這一個進華城的案子 好 您可以聽到游淑慧他是表示說 到底劉秀玲這一位直密有沒有被打入冷宮 這部分他不清楚 不過他可以確定的是 其實在都委會裡面的相關人員做事情 都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 不過我們也可以關注到的是 到底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和財團之間的關係有多緊密 據他所說他只和沈慶晶唱過一次歌 不過民進黨的前立委高嘉瑜就出面證實說 其實不只一次我們先來聽高嘉瑜的說法 有議員指稱有遠房的親戚等等 都有到過桃珠影員 那請問是什麼樣的關係 讓柯文哲開始可以跟這些財團大老闆們 培養出這樣的情感 甚至說財團也是市民 財團這個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也會盡量的幫忙 沈慶晶是在整個金華城案的一個相關不斷要求台北市政府 放寬容積率的利害關係人 跟市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往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跟他糾纏不清 甚至還培養出接受慰酪這種上對下的關係 這個就是大家所質疑的 好其實呢先前柯文哲就曾經說過 是因為選後慰酪的關係呢 尤和沈慶晶唱過一次歌 不過呢就被爆料說其實在選前呢也有一次 而高嘉瑜也質疑說其實柯文哲和財團之間的距離呢 是非常接近的 就連他的前幕僚科醫院也都出面說 其實柯文哲的私人手機呢 都是在和這些大財團的老闆進行聯繫 以上呢現場最新把時間交還棚內 那雙蛋已關心到今晚最新消息 檢方爭辦金華城案 不服柯文哲無保請回現在提出抗告抗告成功 預計最快在明天就會來召開雞鴨亭 整個流程要重新再跑一遍 不過我們仔細看到了高院現在呢 針對整個抗告的裁定的理由當中 可以注意到有兩個人相當關鍵 第一人就是朱雅虎再來就是邵秀沛 認為說兩人的公辭現在對於柯文哲的精流部分 難道是一條線嗎 原因就在於說 朱雅虎 她過去呢是退休之後 來到了沈慶晶底下的子公司 來擔任董事長 而包含說她和印曉薇兩人之間的對話 都足以來證明說 沈慶晶是花了4740萬來行賄印曉薇 在整個沈慶晶還有柯文哲的精流當中 扮演著一個相關重要的角色 相當關鍵的一個角色 那麼再來就是呢 相授配的部分則是她在倒案之後 她的公辭也被高院這邊來認為說有相當重要的突破 好那麼整體案件現在呢 難道是高院有新證嗎 原因就在於說在裁定的理由當中也有特別提到 針對柯文哲過去都主張相信具有專業性 還有多數決的都委會表決結果 高院認為是否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從來都沒有懷疑過違法 這個都是後續的有疑慮的需要釐清的重點 再包含說現在在整個裁定的理由當中 並沒有提到大家最關注的精流 究竟柯文哲她是否有精流被檢方給掌握呢 這未來都是在積壓庭上的攻防重點 尤其可以注意到的是 檢方在昨天的時候是趕緊二度的來傳喚 原本被列為證人後來被改列被告的 靖總財務長李文宗 李文宗的公辭現在並沒有出現在整個裁定的理由裡面 但是呢她的公辭未來將會在 這個對於整個案件是否翻盤 會在法庭上變成是一個攻防的重點 也因此今天可以注意到了包含說 現在吳順明在押中還有在押中的沈慶金 兩個人預計都會來提出抗告 是否整個結果有機會翻盤 檢方是否能夠成功的收押柯文哲 這都是接下來的關注重點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因為本案也拖了好久 再聽一次金華城案關鍵會議 時任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他怎麼說 因為本案也拖了好久 揭迷彭震生想趕緊處理的金華城案 就是在110年9月9號這場會議 最後都省委員共識決決意通過金華城 20%融機獎勵 一舉邁向史上最高的840%的融機率 但仔細聽看看會議裡有不少都委提出意見 市面所有的綠牆這些東西 如果用這樣的圖句話是做不出來的 其中都委郭瓊瑩質疑綠化難做到 其他都委薛昭信也認為還有很多事情要理清 來就是這次爭取樓底板面積的獎勵跟增加 它的對價關係是什麼 現在用24條之一當然是一個解法 那它的司法性它到底是通案還是個案 那是不是也可以說明一下 100年認定的392跟560之間的差距非常的大 那金華城這邊也有監察委員這邊介入去做調查 整場會議進行 當時的都法局總工程師邵秀沛 像是以主辦單位身份幫忙解釋融機率調整 難道就是因為這樣的言行 讓他被檢方懷疑護航金華城 面對都委質疑一旁彭正盛的動作也耐人尋味 只見他直釘對方拉下口罩認真聽話 接著宣布整個案子 那我就來做這個都部的決議 其合計的融機不得超過基準融機20% 其依照專任小組建立意見公展計畫書 以及本次會議補充的修正對調表修正通過 9月9號這場關鍵會議之後 彭正生代替柯文哲蓋甲章 決行讓金華城10年爭取為國的融機獎勵 提高到史上最高的840%融機率 這個章能否讓柯文哲全身而退還有待討論 但彭正生未來恐怕因為這個章 讓自己的案情變得不太樂觀 東山玄熊志離路台北報導 我每天都聽到他們在講合作合作 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合作要怎麼合作 去年10月藍白和談的最如火如荼之際 柯文哲恰好訪美 但從舊金山準備飛往洛杉磯時 他的手機在安檢處卻消失不見 至今下落不明 當時柯文哲很淡定 但柯班幕僚可是緊張不已 據了解當時因為手機裡存有民眾黨導物資料 不分居立委面試名單 還有不少私人通訊紀錄 柯團隊的主制方式卻是將這些雲端備份資料 通通刪除 是怕外洩嗎 是真的不見嗎 還是有其他讓手機物理性消失的必要 通常如果蘋果手機遺失就是利用內建的尋找APP 啟動遺失模式遠程鎖定 或是進行雙重驗證後改掉帳號密碼 最後才是遠端清空 但他們對外解釋的 卻是直接刪掉雲端空間的所有資料 許淑華指出 去年6月金華沈案已經開始一一被翻出來 柯文哲手機卻在10月不見了 是否6月到10月間發生什麼事 與手機消失有關聯 畢竟各位還記得嗎 去年10月自導自演遭到恐嚇的 林北好油版主林玉紅 也是跑去國外以後 說自己手機跟筆電都不見了 想借此滅政 柯文哲那一支消失的手機 是真調還是假調 最想知道的恐怕是減調 東森新聞這是中心綜合報導 沒有錯馬上帶您來關係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今天一早 是到花蓮參加立委 傅昆琦母親的告別式 那在結束行程之後呢 稍早就在一點多的時候呢 他也回到了台北松山機場 不過面對媒體追問 金華沈案相關的提問呢 他通通都是沒有回答的低頭快步離開 而他離開之後呢 搭上車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他是前往了台坡大樓 那後續呢他還會去哪裡 我們也將持續為您掌握 只是呢面對這一次的金華沈案呢 柯文哲的回應都沒有非常的多 那在稍早呢他在花蓮的時候 就有提到呢 目前又被爆出了有一份便遷 疑似呢這個柯文哲可能之前就知道了 可能金華沈案會有圖利的相關問題 不過呢這份便遷爆出來之後呢 針對媒體的詢問他也是說 之後來開記者會說明 但是面對這個提問 這個記者會什麼時候會開 稍早他都是沒有回應的 而且也是推給發言人 由發言人來回答 另外還有周刊也爆出簡聯 又查出了一筆不明金流的千萬元 那面對這個提問呢 稍早柯文哲則是說 欸如果有這一筆錢的話就好啦 也就是自嘲的帶過 並沒有多做的詳細說明 另外呢也帶您來關心到 今天對柯文哲來說 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天 因為呢日前他被無保請回 昨天北檢提出了抗告 那究竟是駁回還是發回呢 柯文哲會不會再度面臨 要重回積壓庭 今天就是一個關鍵 最快今天呢這邊高院就會 進行裁定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交還棚內 檢方準備柯文哲金華成案抗告的同時 針對木可金流再發動約談 主要就是要查明中間的帳目有沒有關聯 第一次被約談 是不是要一起每個四百萬的金流付款 曹長不用這樣子不用這樣子 持任柯進總財務長李文宗 沒想答只想走 因為深陷的是柯文哲的假賬風波 第二度被約談 從證人轉成被告 因為他讓檢方把金華成案 跟木可假賬案串了起來 柯文哲被約談的時候 檢方承認就是辦金華成案 文木可案還有其他弊案 還發新聞稿強調都是對所蒐集的證據 全盤掌握後決定偵查或訓問順序 暗示已掌握木可疑似就是 沈慶金款項流入柯陣營的重大管道 簡調質疑 沈慶金是否有透過其他明目 向木可購買周邊產品 這筆錢乾乾淨淨流入誰手裡 為此調查局二度密訊會計師端木正 鎖定不實帳目進行對賬 發現柯文哲的總統競選資金管理問亂 檢調單位查出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申報中 其政口三筆被食了 尼澳公司指出並沒有收取費用 金額達到了916萬 另外還有多筆政治現金授權 是轉入了木可公關公司 其政口四筆不明金流 金額達到了1300萬 時任柯境總財務長李文宗 轉位依照文書被告 200萬交保 這下不能再推說不知情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我完全負起這個責任 檢方從金華城圖立案 一路查回木可 一筆一筆看似無關的金流 拼湊出弊案真相 等新聞範金文彭欣美在台北報導 柯文哲購入這間商辦 但根據鍾小平的資料顯示 原屋主姓陳很有可能大有來頭 鍾小平之一 這背後很可能是假買賣 會不會就此把柯文哲金流 和金華城給串起來 賣給柯P房子那個 現在的戶籍地有沒有 我剛剛講中華路二段七十五下 那個情資啊 已經拿給這個檢察官了 這個這個屋主的調來問一下 那代書調來問一下 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所謂的重要情資 就是這張地震異動索引錶 上面的陳圈圈 會不會就是金華城董事長陳育坤 還有下方被塗掉的簽名 或許檢方傳喚這名陳姓房東 就能真相大白 我們巡線追查發現 這名陳姓屋主名下 還有中華路二段的這間房產 沒有這個人 沒有看過 關鍵的陳姓房東 謎底還沒揭曉 倒是柯文哲曾說屋主急著脫手 是因為要移民去美國 但真的是這樣嗎 那他說別人出國 你現在哪有出國 所以科幣又說謊 你錢如果是用7300萬 一票30塊的這個總統補助款 他早就公佈了 這是他的貞結牌坊 他怎麼會不公佈 那這支屋完全閃 錢金流都不清楚 到底怎麼買房子 我其實不知道鍾小平在說的是誰 我只好像有聽說他昨天還衝去別人家裡面 不知道要幹嘛 要持續追追追的 還有柯文哲斥資4300萬元 購買商辦的資金來源 到底柯文哲是拿選舉補助款 還是用不明資金 用現金買商辦 民眾黨始終沒拿出匯款證明 會和精華成案有關聯嗎 尤其柯文哲在無貸款下 價格還遠超過夫妻 競選期間的財產申報存款總和 就等檢方查證 才能拼湊整體案件的來龍去脈 東森新聞 煉志豪葉婷在台北什麼的 檢方這半金華成案 從6月開始掛線監控 沈慶金 印小薇還有助理吳順明 這也讓本來膠著的案件出現破口 就是沈慶金因為她有個習慣 很愛講電話聯繫公事 她的通聯變成檢方的大祕寶 檢方辦案使出一招讓子彈飛 沈慶金重計聽到風聲 檢調再盯他了 嚇得打電話 跟印小薇助理吳順明通話 一開始就先破口大罵髒話 接著要吳順明找人開會 想辦法解決 檢方掌握到他們之間的通聯 先按兵不動 再徵訊時再使出迂迴戰術 成功拿下這局 收押沈慶金跟吳順明 我嫌疑身體還好嗎 當時的收押理由就寫 兩人在8月14號有通話 內容也不短 不過在檢察官偵訊 詢問他們兩人是否有聯絡時 兩人都說沒有 以為檢方什麼都不知道 反而因此被認定有串證嫌疑 成為收押的關鍵之一 覺得今天冤枉的叫 不好意思 只能像枕拿出來 小心後面 根據院檢資料 沈慶金不只行賄 還包辦了官員和應小薇助理的 退休路 吳順明擔任造型公司顧問 領的是威京集團子公司薪水 在在證據都是檢方的殺手劍 沈慶金想串證也敗在自己的習慣 你在講簡連都在聽 東森新聞林荃蔡玉山在台北採訪不懂 看到說我們台灣民眾 等一下需要一個在立法院旁邊 需要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急著要脫手了 因為他要全家移民到美國去 真的有這麼單純嗎 買房這麼剛好要移民赴美 柯文哲聲稱拿著選舉補助款 其中的4300萬元購買濟南商辦 但一直沒拿出匯款證明 此時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再爆出有關柯文哲購買商辦的重要情資 賣給柯P房子那個現在的戶籍地有沒有 我剛剛講中華路二段七十五下 那個情資已經拿給檢察官了 這個屋主的調來問一下 代書調來問一下 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鍾小平質疑這背後很可能是假買賣 因為該地點目前是先發新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使用 這間公司的負責人是桂俊傑 鍾小平懷疑這筆房屋交易很可能與威靜集團有關 房東姓陳會不會就是金華城董事長陳育坤 轉記語音信箱 就在鍾小平踢爆這特殊關係後 就這麼巧 桂俊傑不再使用平常使用的手機 外界持續追柯文哲與威靜集團的距離 那他說別人出國 你現在哪有出國 所以柯P又說謊 你錢如果是用七千三百萬 一票三十塊的這個總統補助款 他早就公布了嘛 這是他的徵結牌坊嘛 他怎麼會不公布 那知識屋完全閃 錢金流都不清楚 到底怎麼買 雖然柯文哲對金華城案撇得一干二淨 不過高嘉瑜在爆料 他與金華城創辦人沈慶金 曾在逃出影員豪宅二度碰面 除了柯文哲承認的選後未落那一次 選前還有一次 而且只有柯文哲一人前往 簡連持續查明要抓住柯文哲和沈慶金 那不為人知的連結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他捐完地之後 容積率才能夠是560 所以他之前寫的是392 並沒有錯 難不成要逼這個金華城偽造文書嗎 市議會質詢期間 應小為護航金華城案 口氣不小也不遺餘力 更有都省會官員向簡連指控 應小為為了幫忙爭取金華城容積率 不但曾經帶沈慶金參加市府會議 面對意見不同調的官員 兩個人竟然直接把對方叫到辦公室同媽 他可以一個助理可以帶著沈慶金去 都委會開會罵人 這國家是無法無天的 這國家真是可恨自己 不只印小為屢次以議員之資 為金華城開口標罵官員 助理吳順明更經常 仗勢向公務員施壓 曾經要求市府官員 三天之內整理出金華城案 近十年的陳情意見 搞得基層公務員壓力三大快要崩潰 而且吳順明跟威京集團的關係也不一般 簡連根據報稅紀錄發現 吳順明從北市都發局副總工程師退休後 就到威京集團子公司 中石化旗下的宙興化學擔任顧問 每個月薪水至少五萬 更同時擔任應小為的無幾職顧問 簡連認為 吳順明就是審慶金安插給應小為的精華城特派 這個少說也是幾萬嘛 那高級顧問 那他又是這個以前副總工程師都發局 他人也熟 他又專業 那這些人又是學弟學妹 幫他合執照的這些人嘛 簡連從今年六月起監控相關人等 發現審慶金無論公司事務都喜歡 將電話來談 他跟吳順明今年八月十四號 還曾經通過電話 而且通話時間還不短 但吳順明卻否認此事 整眼說瞎話 關係匪淺還裝不知道 下場就是一起收押 東四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乾乾淨淨清清楚楚嗎 現在週刊又爆料 簡連從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假賬破口 順藤摸瓜清查了科家相關的金流 扣掉了薪水 演講 稿費 版稅之後 發現賬戶還是有七百萬元收支不符 過去就曾爆出 陳佩琪多次帶著大筆現鈔到ATM存款 金額達到上百萬元 民眾黨當初解釋 這裡頭有一部分的三百萬元付金遺產 也有柯文哲的通告費 還有稿費等現金酬勞 於是他每隔一段時間 就分別存進兒女戶頭 作為孩子成家或投資基金 但這戶頭存進的是台灣戶頭 並非柯文哲兒子在日本的戶頭 這金流真的有清清白白嗎 都已經爸爸過世大概四五年了 才再存這些錢 不是非常的奇怪嗎 那個時候柯文哲有很多的通告嗎 那時候柯文哲有很多的演講嗎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演講費 應該都會入戶頭嗎 不只遺產過了四五年 才以現金方式存進戶頭 很奇怪 現在爭議又多了一個 也就是陳佩琪兒子 當時在日本 他卻存在兒子的台灣賬戶 這該怎麼做為生活費使用呢 也因此簡聯沒有採信這樣的證詞 種種的跡象 我覺得按照常理來說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說服人的 柯文哲的說法 跟陳佩琪的說法一變再變 我覺得是不是心虛呢 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記帳法 把錢用得越來越複雜 柯文哲主席其實很少上政論節目 所以大家也在懷疑說 這些通告費是不是募可 跟民眾之聲給的呢 夫妻倆極力撇輕 這樣的不明金流 與金華城案有關係 柯文哲也說不知情 堅決否認犯罪 但隨著金流被抽絲剝解 流去哪 或許證據會說話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金華城案 柯文哲遭到無保請回 而檢方提出抗告 目前高院何一廷正在評估審券當中 最快今天裁定結果就會出來 3號晚上7點多 台北高等法院 收到北院送達抗告書 正式敲響金華城弊案抗告之陣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被無保請回第二天 北院不符裁定 補足細節 抗告書後 達約20頁 高院強調 立刻分案 調燈夜站 預計4號結果出爐 外界關心的抗告結果 可能有三種 分別是高院駁回抗告 認定原本裁定無誤 這也是北檢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想壓科等於要全部重新來過 第二種高院自圍裁定 第三種 則是認為原本裁定理由不備 撤銷發回北院跟裁 也就是說再開一次擠壓庭 但這對柯文哲來說 又是另一個挑戰 因為遇到的不會再是他熟悉的這位法官 要是在開機壓庭 壓力會是其他法官扛 而這回高院也罕見公布何議庭法官 包括審判長徐泰成 曾任導扁洪山軍及318佔領立法院行動審判長 庶命法官鍾亞蘭曾審理關西機場事件 卡申楊慧如及友人蔡福明 利用網路論壇 侮辱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 裴夕法官則是魏俊明 被法界稱為殺手級法官 以嚴格出名 絕不侵判侵饒 是否發揮重裁 柯文哲還能是自由之聲嗎 抗告結果答案倒數 東三新聞姚依婷 鄧紅燦SNG小組在台北報導 這張都法局公文上清楚寫下 若答應金華城條件 會有圖力金華城爭議 但文末 柯文哲還是蓋章 甚至寫上速審速決 而且內容清楚載明 容積率不得超過560% 時間就落在2020年3月10號 這樣柯文哲 你還能說自己不知道有違法疑慮嗎 尤其現在周刊也報導 2017年時任的都法局長林周明 曾經在公文上註明 要上簽柯文哲 甚至還在成會中公開提醒 說如果按照應小微質詢 放水容積 那是否恐怕得負起圖利的法律責任 顯然柯文哲是知道有違法疑慮的 周刊還指稱 檢方查扣了2020年4月的一份變遷 直指柯對金華城容積率增加過程 早就知情 因為他拿出了金華城容積率 與樓地板面積差異比較文件 轉交給彭震生 還在變遷上簽名寫下 圖彭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都點名了坐牢二字 那柯文哲顯然知道 一切是有法律風險 在金華城案他到底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柯文哲在議會面對議員的備詢 都多次的甚至強調說 如果要給金華城560的話 金華城要用錢來買 從公文書裡面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官員其實非常非常的擔憂 他在這個時間點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脫 柯文哲明知有違法疑慮 卻依舊指議要送都委會 藍綠明代其轟 再再顯示柯文哲 絕對知情 柯文哲最後下的決定 還是恢復了金華城的 原本的樓地板的面積 所以柯文哲他對話的說法 一而再再二三的都不懂 甚至前後矛盾 金華城上的速審速決 未來恐怕會成了司法上的 競速判決 冬森新聞 知識中心綜合報導 現在柯文哲跟檢方的第二站 正在開打 最快高院的裁定 下午就會出來 最晚是到晚上 我們可以繼續來期待 不過今天早上 民眾黨特別的升級 他們來到北約要來提告 對象是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原因是因為鍾小平 在節目上面講說 金華城有五億的公關費 其中三到四億都在 柯文哲的口袋裡面 即使民眾黨說 你要出來澄清 但是鍾小平不理 這是第一個還要被告的 第二個事情是鍾小平 也持續的爆料 他說當時柯文哲 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裡面有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叫做劉秀玲 因為劉秀玲他不配合 柯文哲把容積率開放 所以柯文哲一氣之下 把他拔掉了 把他丟到冷宮裡面去 認為是在報復劉秀玲 這兩個事情 好他們今天特別來到北院來提告 因為他們認為說 北姐已經沒有公信令 所以跳過檢方 到達了院方來提告 不過今天大家想要問 民眾黨的重點 有兩個 第一個是不明的千萬賬戶 說明白了嗎 第二個事情是 當時柯文哲 在當市長的時候 寫給彭正勝的便簽 這是真的嗎 好針對這些諸多的爭議 他們的發言人 又有最新的說法 我們先來聽 提出我們的刑事自訴 那為什麼要提刑事自訴呢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們不太相信 北檢會秉公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周小平先生呢 要把相關的市政跟法官來說明 這些事實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 北檢洩露出來的消息 用這種喊價式的方式來誘導視聽 一下說七百萬 一下說一百七十萬 現在又說超過上千萬 所以現在這樣子是在喊價嗎 看誰喊的比較高 那這樣子的說法是不是真實的 我們還是希望呼籲媒體朋友們 要幫我們跟北檢來求證 這個便簽還是要強調 它是真的嗎 如果是真的 那又是北檢給特定的媒體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就這個便簽如果假設它是真的 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柯主席並沒有叫公務員要違法 在推動市政的前提之下 本來就是不違法想辦法 不然難道整個台北市政 好你可以聽到剛剛發言人的解釋當中 針對於金流 針對於這些所謂的便簽 他其實都說不知情啊 那或許真的是如同柯文哲所講的一樣 柯文哲今天早上被問 他說那開記者會來講明白 這勢必要來講明白的 那至於現在他們也到北院 提起次數之後 就看未來要怎麼樣去辦 但是對於所有的選民 對於外界來說 今天的重點就在於兩個 就是金流問題 不明帳戶問題 以及這個便簽的問題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情 想必柯文哲記者會 勢必要開 要給全國人民一個招待了 好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近情況 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主播